女人在婚外的关系中一般不会跟陌生的男人交往,防备心理很强。 因此,他们往往会跟熟悉的异性来往,由于平常接触较多,警惕心大大降低了。 女人内心的想法往往认为熟人值得信任,在交往的时候也不会排斥,很容易给男人可乘之机。 从现实来看,大部分女人走入婚外情都是与一些熟人相关。 这也解释了女人对于熟人没有防备的心理。 就这样,女人和这些男人没有陌生感,一旦遇到别有用心的人,就有可能陷入爱情的陷阱里。 说到底,一个女人发生婚外情的对象大多是以下几种异性,一、邻居,常来常往。 女人对于邻居一般不会有防备之心,他们认为都是常来常往的人,没必要那么陌生。 可是,女人以为男人值得信任,但有些男人却打着邻居关系接近女人,居心不良,很容易将他们聊到手。 比如,女人经常遇见某个男邻居,只要对方打招呼,或者闲聊几句,女人肯定不会拒绝。 就这样,一来二往,两个人接触多了,关系就熟悉了,无形之中,就给了男人很多机会。 尤其是某些男人经常关心女人,对他们的生活提供帮助,更容易打消他们的顾虑。 于是,男人但凡别有用心,想伺机聊女人,都会找到很多机会,从而将女人发展成情人。 所以,女人发生婚外情的对象,很多都是男邻居,很容易让这种男人趁虚而入。 二,同事,躲不开的暧昧,在工作中,很多男人都喜欢聊女人,他们借工作的名义,不断地接近女人,往往都是别有用心。 比如,男人见到女人长得漂亮,就会经常过去聊天,等到关系熟悉了,就会玩暧昧。 对于女人来说,他们不好,直接拒绝男人,觉得都是一起上班的同事,没必要那么生疏。 于是,男人有了机会,就会一步步试探女人的底线,只要她们没有太多的防备,就有可能让关系越紧。 现实中,女人在上班期间,几乎都会被男同事纠缠,即便看到对方打情骂俏,也不好撒破脸。 当女人的底线一次次被打破,男人就会抓住机会,对她们示好,约她们出去,最终成功拿下。 再者,女人不想失去工作,更不想把同事关系闹僵的时候,她们就会选择容忍。 这时,男人会经常找她们玩暧昧,做出很多过分的举动,产生肢体上的接触。 但凡女人不理智,都有可能发生暧昧的关系。 所以,面对男同事的聊拨,几乎是女人躲不开的暧昧。 三,男闺蜜,女人失去了警觉,有些女人,喜欢结交男闺蜜,希望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安慰。 于是,她们会把男闺蜜当成心灵之急,有什么事情都想找男闺蜜倾诉。 两个人相处的时候,多了,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,很容易滋生暧昧的情愫。 而且,女人相信男闺蜜,但男闺蜜未必是真的把女人当成好朋友,这种男人多半是居心不良。 她们假装和女人成为知己,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时机,从而将女人聊到手。 很多女人走入婚外情,其实都是对男闺蜜失去了警觉,才让她们有机可乘。 所以,女人一旦轻易相信男闺蜜这样的异性朋友,经常跟她们来往,很容易失去防备,从而被动地陷入感情的漩涡里。 四,前任,是女人的软肋,女人若是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,后来却爱而不得,她们就会旧情难忘。 就算和前任分开了,女人也很难放下过往,可能会把前任藏在心底,经常想起以前的时光。 因此,在后来的日子里,女人一旦遇见了前任,双方有了联系,很可能会旧情复发,这是她们的软肋。 不管是以前的初恋,前男友,还是暗恋过的男人,但凡后来建立了联系,都有感情上的风险。 很多女人参加同学聚会,或者参加朋友聚会,只要遇见前任,情不自禁地,会怦然心动。 尤其是发现,前任过得很好,变得越来越优秀的时候,女人会有些后悔,怪自己当初不应该离开。 一旦有了这种心思,再加上前任主动过来接近他们,给他们更多的情感安慰,就容易造成旧情复燃,从而发生婚外情。 总结来说,一个女人发生婚外情的对象,大多是这几种异性,邻居,常来常往,同事,躲不开的暧昧,难闺蜜,女人失去了警觉,前任,是女人的软肋。 可见,女人会陷入婚外的关系中,一般不会接纳陌生人,多半是熟悉关系。 很多时候,看似熟人关系很安全,反而对女人更多了一份情感风险。 即便女人很有原则,但也经不住熟悉的异性一步步纠缠,以及处心积虑的了拨。 当女人丧失了警惕,给了男人可乘之机,就有可能发生婚外的关系。 所以,女人和异性交往,一定要保持清醒和理智,但凡发现男人别有用心,就要果断拒绝,以免陷入婚外情的痛苦之中,不值得。